猪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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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吃不胖的张小厨 最近瘦了几斤 今天搞得到生报猪肚来好好的补一补 好想们就开始吧 猪肚35块钱一斤 猪肚买回来了 现在猪肚35块钱一斤 这个日子好像是76块钱吧 下把猪肚处理一下 把粘液那一面翻出来给面粉 一点点盐 花枫油 白醋 反复抓起5分钟以上 我觉得面粉的吸附性更好 可能更有效的带走猪肚的粘液 身份就不怎么理想 重复的步骤 清洗两遍 把这两头的肠子也弄干净了 这头用水龙头冲一下 这头把它剪开 可以了 水开下姜葱煮2分钟 下猪肚烫10秒 给米酒 6 7 8 9 10 好可以了 翻过来也烫一下 同样10秒钟 好可以了 放冷水中让它快速冷却 烫一下能有效去除猪肚里面多余的水分 等一下就好切了 而且烫过以后这肥油也好扯一点 清洗干净后打上花刀 轻轻砍一下不要砍断 交叉砍一下 下刀要快很准 然后切成条 以我的风格是喜欢吃大片的 蛮多 下面来腌制一下给姜葱汁 米酒 蚝油 生抽 盐 胡椒粉 把抓匀腌制入味去清真香 来点风车生粉 一起抓匀 配合准备葱姜蒜 红泡椒野生椒切小圈圈 橘椒配个颜色 这一袋是藕袋 它里面有酸的水把它倒掉 7块钱没有多少 它里面也有几个野生椒 再对个碗茜给蚝油 生抽 米醋 白糖 胡椒粉 生粉 搅拌均匀 给点芝麻香油 OK 锅叶下油 把油烧到冒小烟 先把猪肚炒一下 10秒钟倒出 控一下汁水 油的量要多一点 所有料头爆香 所有料头爆香 下厨度 快速翻炒 原米酒 青椒 炒好的晚餐 快速翻炒 30秒 28 29 30 尾油亮色 明人不说暗话 我喜欢你 终于做好了 下面剪一单了 来尝试一下吧 我们先来一块堵头 看一下油亮油亮的 嗯 脆不 还可以不像想象中那么的硬啊 脆不 嗯 真的很脆 不信我可以证明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能很轻易的扯断它 就说明它还是蛮脆的啊 看有没有 扯断了 再来一根 再来一根 我手洗干净的 看到没有 虚无 这个藕袋也是很脆的 特别开胃 嗯 不知道什么 这个竹竹跟藕袋搭配在我们周边 虽然是一道非常创销的一道菜 乖乖 这种酒不一般啊 对了 未成年盐禁止喝酒 这高度米酒泡了一种养生酒 一般盐是不能喝的 放上了 度数很高 快起口的那种 嗯 嗯 喂 磨中 诶 那个我这里呢 剪那个就是 走掉 大家有空真的要试一下这种配置 真的非常爽生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做我们的观众啦 拜拜 嗯 嗯 啊 不